138大公報 學生短片創作賽頒獎 2015年7月10日文化 B.13 大公報信 浸大電影學院總子計劃的第四屆數碼短片創作比賽 日前舉行頒獎禮 一共頒發16個獎項 其中基督教正生書院的談博文憑影片夥伴奪得最佳導演 《元朗商會中學的小愛情》贏得最佳劇情片、最佳紀錄片的獎項則由元朗求感抽中學的藝術的天空奪得 頒獎禮由政府效率促進組政府青少年網站執行總監陳紹忠 香港浸會大學全理學院電影學院副總監文樹森 總子計劃評委唐基明 總子計劃評委張智成和浸大全理學院電影學院教授卓白堂聯合主例 卓白堂表示 總子計劃踏入第四屆 今屆舉辦各項活動合供給人了於100間中學參加 參與者超過1000人次 數碼短片創作比賽是總子計劃的主要活動之一 今年共收到96份參賽作品 其水準之高令人鼓舞 第四屆數碼短片創作比賽共有62間中學參賽 提交71套劇情片和25套紀錄片 各續10個劇情片獎 四個紀錄片獎和兩個新增的特別推薦獎項 青春氣息獎及社會關懷獎 由導演和基明 張智成和麥希恩組成的評委會選出 令網上最受歡迎劇情片及網上最受歡迎紀錄片的得獎作品 由公眾透過網上投票產生 請求是推薦的 既然會推薦的 去年的特殊 這段是會期待在渣虛的 有一點 我記得